教定的文法检查,我们看那个拼字 拼字检查,那其实拼字检查,它没有办法检查中文 那错别是有可能,APP,PLE,是打错对不对 打错马上,你们看到下面有个红线 他觉得你好像打错耶,是啊,你可以点它来拼字检查 所以其实文章打完的时候,你应该在这里看一下 哦,他说什么,全镜属热带,他觉得怪怪的 略过,略过 这个字他觉得不对耶,好像没有APP,PLE,应该是这个字 那怎么,变更,那如果下面还有呢,我先取消一下 假设我好几个地方都打错,APP,PLE,再检查一次 上面检查过了,那些蓝线都不见了,这还没检查过 他觉得这个红材质台地好像用词这样怪怪的 对啦,这地方,你文章写完最后的动作应该来进这里检查 再看一下,我们刚刚检查到这里,他觉得这个词很怪怪,好像不对哦 你好像打不到耶,那这有两个要选哪一个,全部变更 哦,略过 略过 略过,这些都没问题 你略过没问题以后呢,他就帮你把线取消了 有看到下面有蓝色底线吗? 那这个,他说这个字啦 这个字,来,略过 头勾面,略过 大家看一看 那理论上,他其实喷 这边想提醒,如果碰到 你打完字,下面碰到蓝底线 请你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打错别字 哦,我现在点很快啦,正常是应该看过才可以哦 你就跟我来随便点一点哦 那点完以后,你下次存档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出现蓝色,表示你真的检查过了 只要有蓝色底线,或红色底线 其实你应该看过,哦 晚上夜店里,除了供应餐点以外,是 来来来来,你要看一下 哦,那检查过后 这边就不会有蓝色底线,也不会有红色底线 表示这些文章你看过了 内容没问题 这他给你的建议 这个,哦,这边都改过了,刚不是一次改两个 Apple不?对啊 那这个就在做,拼字跟文法检查 再做这个 这个地方再点,再开起来 这个 这边还可以检查英文的啦 不过,通常这地方 我再打一个字给你看一下 我打个游泳 我们看看他会不会检查,游泳不是这个字啊 文法检查一下 他略过了 他不认识这个字,其实英文检查比较有用 游泳不是这个有 我打错字了 哦,所以,这个东西 他检查英文比较强啦 检查英文比较强,中文字 他可能有些地方在那里 他什么时候检查,下面出现底线 蓝色跟红色在提醒你 有些人来自己看 这个等一下你就试试看看,点起来的时候 诶,这边几乎快优美的地方 这个,略过吧 那是,讲的是这个吧,略过 检查完了 检查完了,就不会有底线了 那你试一下 那你试试一下 那你试试一下